演习攻略 演习的剧情是,女主初恋是傅恒,和皇后关系很好,被皇上恒刀夺爱,大概是这个样子的,然后就有人发现,这一段和如意传同仁小说,花开刹那的樱花树设定一样,但是也有人说,其实基本上从历史的角度和很多小说版本里,令妃确实和傅恒皇后关系很好,初恋基本不是傅恒就是皇上的弟弟, 所以,我确实没怎么看过这些书,包括令妃传这些,但是目前戏已经播完了,抄袭应该早就爆出来了吧,就和如意传小说抄袭被扒出来一样,而且也确实现在,还没有人做调色盘来对比,你们有看过的跟我说一下呗,景田的金主是不是已经抛弃他了,相信你们都发现了, 今天自从和张继科公布恋情以后,其实资源已经跌了很多了,他确实积攒了自己的人脉,但是和过去比起来完全是九牛一毛,所以现在的他只能走亲民路线,从天上走到人间,很多人反而更喜欢他了, 哎,昨天谁问我,他和张继科的事情来着,他俩还没分手呢,别担心,总结这是走起了刘涛的老路吗,总结一直憋着一口气在洗白呢,之前上亲子节目是预热,但是效果不怎么好,虽然没,有以前那么flop了,但是还是黑的,很多人看见他都在骂, 现在播的这部剧的这个角色啊,他争取了很久很久,这部剧本来定的是上星,电视剧的传播度比网就高太多了,他真的是很想洗白的,而且一直在努力地营造一种,自己和刘涛一样,是一个可以靠自己付出的人,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,第一他黑历史多,第二潘元明人气显然更高,他想卖人设洗白,真的太难了,待遇明星那天我跟你们说,有个大家都以为是gay的人并不是gay,而且已经有小孩了,然后你们都在说,就算有孩子也不能证明他不是gay, 其实他真的不是gay啊,他的孩子确实是代孕的,代孕的人还挺多的,有个也是看着gay气得不行的演员代孕了,有个时尚播主的孩子也是代孕来的, 一姐针对小花我就先不说,这个一姐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还是主持界的了,不然太明显了,反正你们知道这个一姐的老公,啊是一个歌手就行了, 然后当时他老公要拍MV,请了一个小花来,这个小花确实年轻,而且觉得MV情节有些过于亲密,所以就拒绝了,回去以后老公就告诉了一姐,一姐就很生气,找着机会就找她的茶,你们要是猜出来是谁了,去找有一次他俩一起拍的节目,就能看出猫腻了,你们要的资源, 范诚诚有一个单人代言,火箭少女,拿下了天猫鬼吹灯的电视剧,男主是黄渤,女主是白百合,演技没问题但是,M朱正廷在准备单曲,他最近很忙着剧版《七月雨安生》,梁靖康也定下来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